在接到這個案子之前 我在寫我的自己創作短片劇本 其實就是跟政治跟中國元素有關係 就講2020年之後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雖然是我想像但是我覺得蠻有機會發生 但我又不喜歡它發生的未來 香港最近有那個進盟面法 面具這個東西其實對我來講是有一個意義的 它屬於一種抗爭的一個很形象化的表現 我把反送中的條例 就送中條例想成台灣以後會簽和平協議 然後這群人在為和平協議這件事情抗爭 我其實想法是就是 這是祖孫三代嘛 因為爸爸是一個街頭抗爭者 然後我把他寫的他是一個大台 就是比較可能是勇武派的其中一個領頭 然後他因為知道事情已經一發不可收拾 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老父跟自己的幼兒 送回自己的老家 沒想到他們回老家 老家大家都是不歡迎他的 遇到的人有人到你家塗鴉 然後有人威脅你 因為你只剩下這邊了 你只能活在這邊 所以你必須要隱忍 不要騙我囉嗦啦 聽我幾句啦 來出米頭買喔 要練到鋼琴 有時候也要來參加一下 知道嗎 鄰居看似和善 可是很多事情 就是紅色的力量已經慢慢改變他們了 比如說我們知道 台灣的其實很多宮廟是被 慢慢的被中國的止境掌控 所以我在裡面安插了 比如說你剛剛看到那個其實 他不是警局 他是那個官將手 就是八家將的另外一種的 然後 我其實就想要暗示這件事情 紅色的旗子 就是影域的狀況 會一定要很差距 對對 差距台灣這樣 其實你這個片子 是悲觀的感覺起來 對啊 我覺得是蠻悲觀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 台灣社會有點太像 溫水煮青蛙了 慢慢的 但是如果我是悲觀的話 就不會想要接這個案子 對啊 還是我覺得應該是會改變的 還是我覺得應該是會改變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